地球暖化也让北极熊的生存空间受到了压迫 让他们现在被迫闯入了人类的社区来觅食 大白天棒球场看不到一个人 因为一头北极熊正在球场趴趴走凑热闹 大家被吓到通通跑光 原来他从球场为离的空隙钻进球场 接着穿梭在每个雷包之间 好像在跑累 动保专家带着麻醉枪赶来 大白熊才很事项逃走 但专家为了保护居民安全 花了15分钟追上大白熊 开枪将他麻醉准备改天野放 地球暖化熔冰严重 北极熊的基地越来越陷缩 近年来频频乱入人类居住的社区 俄国位于北冰洋的新地岛 最近突然跑来十几只北极熊 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 甚至跑到住家附近攻击居民 吓坏当地数千人 当局已经发布警报 俄国西伯利亚的工业城市 诺里斯克近年来也常常有北极熊出没 而且几乎每一只都饿到手巴巴 让人既害怕又不舍 专家还发现 北极熊对于居民大声驱赶 甚至警方开枪越来越无感 显示他们饿到极限 什么都不怕 东宝专家警告 长久下去不但人类备受威胁 北极熊的族群生存危机 恐怕也到了最高点 杨正平平衡